我男朋友跟他的兄弟说 我跟他分手那两个星期 跟这个女孩一起 他觉得那个女孩没有我那么好齐 所以他才决定跟我一起 欢迎收看港男港女 Hello 大家好 我是鲜鲜 鲜鲜 大家想知道他为什么叫鲜鲜呢 记得看我们的专访 有鲜鲜的专访 如果大家现在还找到鲜鲜的专访 今晚就看了他 如果不是过两天就要在会员专访 如果真的失败了 加回我们的会员 就可以看了 因为过了两天之后 我们要收回的 看除了鲜鲜的专访之外 也可以看我们所有嘉宾的专访 还有加入我们的TG Group 好 我想先问一问鲜鲜 你都很美女 你觉得不出自己美女的 一般 可能身材又不是特别好 然后样子又不是特别漂亮 头又有点滚滚的 但是你说自己不漂亮 你也有拍电影 又接一下工作 起码有一定程度的人 是支持你或者认同你 嗯 都有的 好了 刚才你也说了好些条件 样子漂亮 身材又怎样怎样 如果你的男朋友 他只是看中你的外表身材 所以才喜欢你 你可以吗 一开始是这样 还是一直都是这样 一直都是这样 那不行 一开始我只是因为你的外表吸引了我 去留意你是可以的 这个都很正常的 因为我第一次认识你 不是认识你性格 当然是由外面开始 但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就不行了 一定要很喜欢我的性格才行的 我觉得性格一定要相处到才行 如果他真的纯粹因为外表而继续跟你一起 纯粹因为你身材好 纯粹因为你皮肤漂亮 那你不要跟我一起 那如果有一天 荷尔蒙失调整年爆疮 那你就飞了我 是的 或者我明天帮你生了个儿子 肚子又可以了 然后肥了 那你就飞了我 是的 那你走了 我飞你 性格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会好一点 他早你年纪大了 也有机会什么荷尔蒙失调暴躁了 到时我都不想跟你一起的啦 看看你能不能捱 哦 好啦 看看你能不能捱 那今次的故事的确 真的跟外在条件有些关系 那我们听一下阮庭的故事是怎样 阮庭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故事在这里吗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阮庭 我的故事是关于 和我刚刚复合的男朋友有关的 但是一个月之前左右 我男朋友突然间跟我说分手 我问过他什么理由不跟我分手的 但是他exactly的理由他又说不了 就是可能说一些感情淡了 觉得悶的理由 我也都不觉得他有对我 有些对我不住的事情发生的 那当时我真的很伤心很伤心 很伤心地哭着地去求他 但是他都没有理过我 都是要坚持分手 分手两个星期后 突然是他和我说找回我 说想和我一切 其实那个moment 我是觉得我很开心的 因为他肯找回我 因为我觉得他在那两个星期 用清楚时间去想清楚 发现原来他真的喜欢我 没有了我不行 所以复合了的时间 我是比之前拍拖更加开心 我觉得他是更加会珍惜我 我们两个感情是更加坚定了 可以继续一起下去 但是到了刚刚一个星期之前 因为其实我们平时 互相会看对方的电话 其实不是特意查的 不是背着他查的 我们之前是谈好了 说可以互相查大家的电话 有个上个星期 我就查他的电话 发现了原来我和他分手 那两个星期 他和这个女生一起 那里面的内容 我是好奇地继续看下去 然后我才看到一些很惊讶 令到我现在很困滑的问题 就出现了 原来在那两个星期 他和那个女生一起 而为什么有这么快会分手的原因 是他的兄弟说回 就是说他觉得那个女生 没有我那么好齐 就是他觉得我的床上 给到他的班约是 多过那新的女生 所以他才决定和我一起 那你是很接受不了的意思是 我接受不了 究竟是他喜欢我给到他床上的满足感 还是他究竟喜欢我的人 他究竟是喜欢和我搞事 还是纯粹地喜欢和我的人才和我提搬 这里挺有趣的 通常男性遇到一个新的性伴侣 应该很开心 很有成功感 但是他都受不了 在两个星期之内就找回你了 可能对家那边 就是Susan那边 都应该真是 像她所说的 挺不好砌 她说不好砌 那你有没有 在这里有少少的成功感 在这里 那一定会有的 那可能Susan就是整条死鱼 那我真的清楚了 是 但是同时你又觉得 但是如果他只是喜欢和我床上运动的欢愉 你又觉得不满足又觉得不开心 好像有点矛盾 那你想不想他喜欢你和你床上的欢愉 那男女朋友一定会想有床上的欢愉 一定想满足的 那大家都这么年轻 但是问题是 当他遇到一个在床上给到一个更加好技巧的人给你 那我又是被除载的 你就是下一个Susan 是的 好 我们尽管听一下 签签她 怎样看你这件事 签签 那你如果 你是远庭的话 你发现你的男朋友 回到你身边 纯粹因为你的肉体 你可不可以 我会看看我那时候是不是真的很喜欢他 所以这件事不是最关键 他回不回头 他是不是最喜欢你的肉体 都不关键 只是关键你 是不是想念他 是不是喜欢他 是啊 因为其实 怎么说也好 因为如果你说他是在跟我拍拖的时候出轨的话 那我就一定会分手 但是这件事是发生在我们分手的时候 那我又没有办法 认识他说是 你出轨 我不和你一起 但是如果我那时候真的很喜欢他的话 那我就会和他一起 但是我会想办法离开他 我会想办法抽离这段感情 你也不想逗留得太久 是啊 我就是理性和感性的混合体 振扎 是 但是希望振扎到离开他 因为他只是喜欢我的肉体 那个关键 是 就是好像刚才 阮庭他那样说 阮庭那样说 是有成功感的 是呀 你会觉得原来我都挺碰的 就是如果是我我会这样觉得 我也很有吸引力的 漂亮漂亮的 是呀 原来他喜欢我的某些技巧 好 是呀 原来是这样的 但是我都听阮庭的感觉 我都相信可能他是一个 不是特别自信的女孩来的 但是既然他又懂得回来找我 那我的自信又会增加多一点 是呀 慢慢build up自己的人 嗯 就是要有自信 再看清楚这个男孩是不是真的你想要的东西 但是在你眼中你就会慢慢抽离他了 阮庭你同不同意签签的建议 其实我也同意签签的这么说 因为其实在这个moment里面 我真的不可以无助他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的 就是他当他知道他跟我说 跟我一起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所以我不可以突然间一时一刻 里面跟他说分手或者离开他 但是也都在另外一方面 就是觉得你当我是女朋友 还是一个性上的法治的工具 最典型的对白就是 原来你只是喜欢跟我上床而已 你当我妓女啊 这样的意思 免费鸡 有些再难听一点的说法 因为他不会给你钱 都是这样的 是 所以当你看到他跟他的兄弟们 是这样说 是这样形容你之后 或者形容这件事之后 你成功感到你其实有同时是有些伤害 好吗 有侮辱的成分 其实我是会 好像金超音说 你其实是 称赞我的技术 我的技术是可以令到你回来的身边 但是另外一方面想的话 就是抽离这个角色 你看到的话 你会不会有些 当我是 你当我是鸡 这样 都挺有趣的 做人这件事 我赞你 你又要不开心 但是这样说 我又有代观众去挑战你们两位 潜潜和袁庭 其实你们这份人都不是很好 我不见得你们有多正人君子 你们这招很贱 你看到吗 是呀 我现在回到你身边 你愿意和我一起 只不过因为你还想着对方 你根本就没有想着和我长期发展下去 你是先钓着我的命 钓着大家的忍 钓着你很有城府 有计划 我会抽离 我会离开这个Peter 其实某程度上 你也在利用我 阿姐 你也是在利用我 你当我飞机杯 是 所以就互相利用 现在 是呀 打和 扯平 所以你也知道自己不是好人来的 你对我不仁 我对你不义 我要我也希望他们自己购义 好吧好吧好吧 好啦 那最后啦 阮庭你有什么话想说 或者和大家分享 有没有 可以没有的 没有 没有 那你暂时是倾向 阿菁的建议 是不是 是 没错 好啦 那无论你怎么决定都好 最后也是你自己向自己负责 所以希望你 过得更加好 好吧 那我都 倾向 虽然我自己的男性 我都傾向於不是那麼爭取Peter你的男朋友 如果他真的純粹喜歡你的肉體 找誰都可以 不要妨礙你發達 多謝你 希望你生活愉快 拜拜 謝謝 原來是這樣的 這些類似的個案有沒有發生過在你身上 都有的 但是很短很短時間 那一段感情 純粹喜歡你外表的那個男生 他跟你的關係只是維持了很短時間 是啊 他跟我一起了幾天之後 我那時候是讀中學 我們基本上街都未出幾次 真的很剛剛開始 然後我就去了交流團 有一天他突然哭著打給我 跟我說我那個exe回來了 我真的最後都是跟他一起 但是剛剛他跟我一起的時候 他有多面在我面前 拒絕了他exe的媽媽 說我現在有新女朋友了 我跟Susan已經結束了 他這樣給我信心 媽媽還打過來 哎呀Peter Susan回來了 快點跟Susan一起吧 Susan知道錯了 他以後不會那麼陰性的 最後他跟他的exe一起 我那時候很傷心 後來Susan回去找他 是為了花了他的錢 原來 即是他輸了 是呀 他被Susan花了錢之後 飛了 是 然後他就回來找我 即是他是不停地去找我 找藉口約我出街 約我吃飯 各樣東西 然後可能我Instagram這箱瘋狂LIKE 那些 不停地回覆你的story 是的 即是他就瘋狂找你 然後 因為這個男生很要面子 他會很想帶我去認識他的朋友 哦 即是好像很威人 我有個這麼漂亮的女朋友 但是你說他是喜歡你的外表 你剛才說 一定是啦 我不覺得他有多喜歡我的性格 其實大家相處都沒有幾天 我不知道這種算不算是真正一起 即是可能大家確定了一個關係 一個星期都不夠 你分手了 喂 那你剛才又說 即是要跟一個男生拍拖 要確立關係 你要很清楚他是 真是喜歡我的性格 blablabla 那別人認識了你兩三天 你就答應跟別人拍拖 當時還小 還是蠢蠢蠢 哎呀 就 即是現在不會的 現在 是感覺 因為我很喜歡講話的 我會在跟那個男生一起之前 跟他 蓄室長談一段時間 是 然後再了解一下 哦原來你對你未來的規劃是這樣的 是 或者可能 你就是這樣的了 你的性格 哦我接受到的 我才會考慮一切 還有我是比較喜歡老實一點的男生 喂鬼不知道嗎 每個人都這樣說的啦 但是最後未必遇到老實的男生 是 哇他現在是多麼唏噓 如果大家想知道 關於簽簽他又多唏噓 如果大家想看他的專訪的話 記得你現在快點去看看找不找到他的影片 如果找不到不要緊的 因為過了兩天之後 我們會把會員專區放出來之後 大家加回入我們的會員 成為了會員就可以看回簽簽的 以及其他嘉賓的所有的專訪 也可以同時解鎖 加入我們的TG Group 成為我們會員之後 TG Group有1000個的Member在裏面 繼續和大家聊天和大家玩 都可以看到我們所有的足本版的封閉節目 好不好 期待大家的加入 我們今集到這裏 多謝簽簽 做我們的嘉賓主持好不好 下集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